文婉说 你说越年轻时候的委屈 会记得越久 是 像我现在后来发现 我现在如果跟朋友聊起来 就是说人家会讲说 你有什么被冤枉 不舒服的经验 我永远想到都是那种 二十几岁 然后可能刚出社会 然后遇到的主管 然后遇到共事的同事 就是永远都是那些事情 然后反而现在年纪越大 你就会云淡风轻 你就会觉得好像当下会很生气 但是他时间是很短的 我刚刚讲二十几岁到现在 二三十年这样 我还是会耿耿于怀 讲起来还是 感觉咬牙切齿 放不下 那跟我妈妈一样 就很久了是她都记得 现在的事她都不记得 这个也是老的症状 健康康过去 可是我现在就是说 可能气的时间会比较短 比方说大概一个礼拜 或者很严重 可能就两个礼拜 我就忘了 反而是旁边的人会提醒我 比方这样讲好了 曾经有一个同业 然后呢 我觉得他蛮不道德的地方 就是说他为了要上媒体 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像郑大哥 可能就很低调 他就很讨厌说 你不要拿我来炒新闻 炒作 或者说做一些新闻 他不喜欢 那我个人也是这样 但是有很多人不是的 因为他希望有能见度 能见度他不会被忘记 然后呢 他就借由可能采同业的方式 然后可能用孤影其名的方式 讲一些可能就是 不是事实的东西 不是事实 可是他影射几乎是讲名字了 我这样讲 但影射比方说L姓 他说的大家都知道你说谁 对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看那个影剧资深记者 然后又L姓的 瘦瘦高高的 是不是 很漂亮身材很好 就我而已 知识史啊 不是影射 跟我叫救护者 不因为讲起不开心的事情 要自己有没有 自娱一下 然后呢 你就知道 明天就会看这段的事实力 不好意思 我自己那个 自意 自意谢罪 然后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反正他那个做法 就是说你一听就知道 他讲什么 根本不用孤影其名了 那我就很气 我觉得 这个几乎是等于 让你挨打 挨的棍子 你还不能 你还不能挨 他说你 你还没法指控 你不能挨 你还不能挨 还不能挨 因为你一个人说 你干嘛对号入座 我又没有讲你 那种感觉 就很闷很闷 那我当下很气 然后又不能平反 然后但是那个新闻 很多人看到 反而是别人看到跟我讲 然后后来呢 那个大家就说 他怎么这么不道德 都不讲 然后我大概气了几天 我就忘记 因为这种 因为在这个圈子待越久 你越懂得如何 就是反正 好发生了 然后赶快 把那个恶能量 赶快释放出去 后来呢 我就忘了这件事情了 然后有一次呢 在棚里呢 然后呢 我们就碰到 在摄影棚碰到这样子 然后就 打招呼 哈喽哈喽 然后还聊了几句这样 后来就走了嘛 各忙各的 我旁边那一个呢 另外一个同学说 李文婉 李文婉 你怎么还跟他打招呼啊 他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呢 我在想说 对哦 是别人提醒我 你干嘛还跟他聊天啊 干嘛还在跟他打招呼 这样很假 你都去找你的拍位 结果你又干什么 开玩笑 开玩笑啊 聊天这样 我讲这个的 原因不是说 我度量多大或什么 而是我还真的忘记了 这件事情 依稀觉得好像有一点点 好像不愉快 可是不愉快的细节 也忘了 那我今天可以讲 是因为我被提醒了 所以我就觉得年纪越大 这也许是一种幸福 对 好 我就容易把它丢出去